大婚一日 天微亮 皇后派得力掌饰到东宫守着 领着的莲姑姑是凤义宫的掌饰 莲姑姑 您这么早就过来 莫不是在等什么贞结帕子吧 太子妃是二嫁之身 现在整个后宫都在等着看太子的笑话 自不会有人替太子妃的身份遮掩一二 在宫殿前的宫女们 各个低齿一笑 说到贞结帕子的时候 大家脸上都露出了一抹嘲讽 皇后大张旗鼓派人过来 明白人都心知肚明 皇后这一出打的是太子的脸 宫人们的议论声从外面传入 着实有些吵 姑去杀了他们 太子殿下 救我什么 夫君 若你现在出去打杀了那群宫人 很快宫里就会传太子妃品性残暴 手段歹毒 心如蛇蝎 舆论持续发酵到宫外 散播到民间老百姓口中 又落到文人手上 那我便会如当时的梁王一样 成为众人讨伐的对象 所以夫君你不能下令仗毙了他们 我不允许有人诬蔑你 没有谁比他还清楚 谢锦云有多干净 你不能杀他们 听话 交给我吧 我来处理 谢锦云软磨硬泡把顾肠宁哄去上朝了 连姑姑向谢锦云行礼后 便让人去整理床单 喜鹊从床榻翻出白帕子的时候 惊讶地看向连姑姑 有些女子为了制造自己的真结 会用鸽子鞋仿造厨子之血 连姑姑是检验这些东西的行家 是不是厨子鞋 她瞧一瞧血迹形状 闻一闻血腥味 就能辨别出来 很明显 谢锦云的白帕子是处子之血 宫中定有高人辨别 真结怕真伪 母后派你过来 想必这位长世是极有能力的人 连姑姑赶紧调整脸上的表情 被谢锦云扶了一个身 祝贺太子妃早日怀上皇嗣 为太子殿下诞下怜儿 这个帕子奴婢要拿去给皇后娘娘交差 正好 本宫也要去凤一宫给母后请安 谢锦云去凤一宫的时候 后宫妃平满座 连许久不来凤一宫请安的花贵妃 今日也来得出其早 由上至下地打量谢锦云 儿臣给母后请安 母后圣安 停身 谢母后 太子妃 你和太子新婚之夜 垫在身下的帕子 是需要交到连姑姑手里的 不妨拿出来吧 臣妾身边也有掌事 工人最会鉴定这帕子真美 不如就由臣妾替皇后娘娘分忧 儿臣 正称了谢锦云的心意 贵妃娘娘 这帕子是真的 既然如此 那可得给皇后娘娘好好瞧瞧 这可是梁王冒着大不敬的风头 也要求娶的太子妃 沈皇后脸色变得更加难堪 她本想接着帕子的事情 给谢锦云一个下马威 让她在东宫抬不起头 回头她再把沈家女送进东宫 让谢锦云不敢在沈家女面前拿巧 谁知化贵妃突然踢场子 母后 儿臣出入皇宫 一些规矩和礼仪上且有些不明白 想请教母后指点一二 太子妃不忙说来 有哪里不明白的 本宫自会教你 今日一早 儿臣在门外听到有宫人大肆喧哗 惊醒了太子殿下的睡梦 太子宽厚 念在昨日是儿臣与太子殿下大婚 并未追究 儿臣想问的是 若平日理 这些宫人也在殿外喧哗大吵 惊扰了太子殿下 不知该如何处置 东宫的宫人 可都是皇后娘娘一手安排 谁这么不长眼睛 竟敢在太子与太子妃 洞房花竹夜喧哗 皇后娘娘若不好好约束管教 免不了要出乱子呢 来人 把那几个不长眼的宫人带上来 让皇后娘娘瞧瞧 是谁敢如此放肆 很快 今日一早在东宫乱嚼舌根的宫女 带到了凤义宫 沈皇后看到那三名宫女时 脸色沉了沉 却不动声色的脸去对谢锦云的不满 听说你们三个 在太子与太子妃大婚当夜大肆喧哗 何有此事 如此不懂规矩 往日里 宫规就是这么学的 本宫倒想听听 他们在东宫嚼什么舌根子 你来说 你们今儿一早在太子殿下请宫 说了什么 华妃娘娘饶命 是下桑头奴婢说 太子妃是个二嫁妇 有辱皇室威仪 春桑便说 什么二嫁妇 分明就是一个破鞋 奴婢 奴婢就让下桑和春桑少说两句 春桑便到太子妃是因梁王殿下才进东宫 她能嫁给梁王做侧妃 还委屈她了吗 之后 之后连姑姑便来说怕子 下桑嬉笑了两声 同连姑姑说恐怕里头要让连姑姑失望了 太子妃都嫁过人了 哪还有怕子可收 就算有 也是假的 然后 然后旁边几个宫人都削了起来 站在一旁的谢锦 面不改色地听完宫女东桑的话 哎呦 这就过分了 本宫好像记得 皇上以下旨解除太子妃先前与宋府的婚约 是七年婚姻无效 华贵妃记得没错 本宫以得皇恩解除和逃兵宋谦的婚约 并判其七年姻缘无效 不知二嫁妇的说法 从何而来 你们如此胆大妄论 是否又存在藐视天恩的嫌疑 太子妃饶命 奴婢之过了 求太子妃饶命 沈皇后默默地看着不吭声 谢锦云算看出来了 东桑这样一求 皇后是想逼她自己开口 她若说打杀了东桑 夏桑 春桑这三名宫女 一样落不到什么好名头 最后坏人她做 好人皇后做 母后是义公之主 儿臣初次入宫 不知宫规可能从轻处罚 还请母后指点一二 沈皇后眉头微微皱起 瞧着谢锦云娇柔恭顺 没想到低估她了 忽逆圣意 又岂敢从轻处罚 今日有了个例 明日岂不是有人效仿 反正丢不了性命 却能用言语杀人于无形 这宫中还从未就此事 而从轻处罚的先例 妄议主子之事者 皆被刺杖毙 沈皇后听到这话 扫过那地上的三名宫女 拖出去 拉到东宫殿前杖毙 看看日后谁还敢再妄议太子妃之事 这样的处理方式 着实有些巧妙呢 那也不如将他们就此障蔽在凤义宫内 来得更加有威慑力 皇后 你说呢 这既是威仪 也是威慑 叫那些没眼力见的奴才们 往后长点记性 底下妃嫔纷纷看向沈皇后 拖出去 障蔽 顾长宁从正义殿路过凤义宫 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正好看到那三名被杖刑的宫女 柱子 这几个就是今儿在东宫 嚼舌根子的人 活该 顾长宁转身走入凤义宫 儿臣给母后请安 皇儿免礼吧 方才儿臣看到宫殿下 被处死了几个宫女 不知道他们犯了何错 太子殿下 方才那几个宫女 是今日一早在东宫大肆喧哗 惊扰了太子殿下休息的宫女 母后第一时间知道此事 就重罚了这几个宫女 啊 原来如此 母后抓着后宫大权 难免对东宫有些疏漏 儿臣感激母后辛劳 如今儿臣已娶了太子妃 便让太子妃帮母后分担一二 沈皇后脸色一沉 太子这是不想让我再插手管 是她的东宫了 很好 本宫偏不给 太子妃尚且才入宫没几日 不如就让母后多交她些十日 等底下的人扶太子妃了 母后才好放心将东宫大权 交到太子妃的手里 那岂不是让母后辛苦了 既要管着后宫 又要担着东宫 还要盯着梁王府内务 听说近日文霄公主养了几个面手 母后为此还得操心文霄公主的事情 沈皇后面部肌肉隐隐抽搐 近日真是没几样顺心的事 谢锦云想管着东宫 紧本宫倒要看看她管不管得来 既然太子都这么说了 那本宫放权给太子妃 如此本宫也能少一些老五 太子妃从今日起 东宫事务便交到您手里了 您可要替太子好好打理好东宫 莫再让今日的事情 扰了太子的清明 儿臣谨记母后的话 定要好好打理东宫事务 那没什么事 儿臣就先带着太子妃去父皇那件的差 顾长宁在众目睽睽下 牵着谢锦云的手离开 儿子